好那我們現在接下來開始畫下面的充電器的部分 這個部分它其實不是很清楚的 它是一個白色的 那我們一樣就 新設一個圖層 那我們還是給它的名稱叫做BOX 我們從BOX開始 上面的基本上我們都已經畫完了 我們都已經畫完了 那我們開始畫下面這部分 BOX 嗯 開始我們的路徑 路徑就是這個BOX OK 先參考一下 我們原本的這個 它的圖案的 顏色應該是一個深灰色 應該是這個它主色調 它這個其實很簡單 它只有幾塊 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 還有這個暗面 兩面 好那我們這個就可以稍快一點 好我們先 吸一下它的色 誒 又是這個配色 然後到我們的BOX Auto加Delete填色 等一下 目標變長 剛剛選錯了 AutoDelete填色 等下好了 好 那填完色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開始再來參考 這邊是灰色 這邊是灰色 我們開始除了這邊的灰色 我們就來灰色 它不能太深 因為它的整個 它整個都是很淺的白色 所以我們不能太深 我們先試著做 可以再多一點 好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這個地方 切角切得很清楚 所以這邊我們就是必須要做一個 橡皮擦 的休息 剩下的 多的就把它擦掉 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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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嚴重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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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重錯誤 嚴重錯誤是因為 我們這一筆齁 就不應該畫在一起 這樣會有問題 所以要把它 新色的圖成 然後 再畫 要不然 它會 插不掉 好 開始用橡皮擦 橡皮擦 橡皮擦 好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好了 那我們大家看一下 我們需要參考一下 它這一套白色的是在什麼位置 所以我們這個 先把它透明度比較低一點 那我們就回到我們這邊 就可以看到了 在這個位置 好 所以我們要放的是白色 白色 那這個應該要畫兩條 看一下 沒有沒有東西 我忘不夠了 看一下 沒有東西 放下來 好了 有東西了 但是 再加一個 更亮 細一點 這位置好了 這位置 看一下 欸 好了 是不是有了 但是我們都畫出來了 沒關係 因為我們剛剛忘了設那個 設那個 路徑 慢慢去 我們可以修改一下 好 我們就 反轉 升調 OK 所以我們的這個地方 我們就畫完了 再來就是一個上面這一塊 上面這一塊 上面這一塊 我們必須給另外一個圖層 參考一下 上面這一個好像是有點偏向藍色 有點像藍色 有點像藍色 那我們一樣跟它借色 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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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借色 借色 那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回到 我們剛好忘記畫上面的這一塊 而且我們再來補畫 再補畫一塊 比如說box2 上面這一塊也必須得畫出來 好 那box2呢 我們就是用box1 來做修改 複製 貼上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把它做一個修改 這個方法 不要的位置拉伸掉 從這邊開始把它拉出來 好 好 接著 好 好 好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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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節調整 細節調整 我們就是 這部分 看起來上面這部分已經把它做好了 那回到我們的圖層 這個圖層9 圖層9 圈層9 圈層出來 圈層9 剛剛那個藍色我們已經借了 我們已經借了 借藍色的 好 變了 再確認一下 好 解了 最後我們到圖層9 就開始 瓶色 Auto焦獨立 瓶色 關掉看一下 嗯 已經有了 我們瓶色已經瓶色完畢 好 所以這部分我們大概下面已經差不多了 那我剛剛稍微檢查一下 這邊還有一些陰影 陰影我們得要再加一下 好 那這邊要加一點 這邊要加一點 不要再圖層9 甚至我們會先增一個圖層10 好 然後 繼續把我們的box 框選出來 然後 畫一些陰影 陰影可以深一點 深一點 然後這邊可以再細小一點 來看一下 不要用深 這樣子 這邊也來一點 好 這樣子我們就看起來更有 立體感了 更有立體感了 更有立體感了 那我們這個上面box 是 是不是已經泡完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一個圖層的整理 我們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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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幾個 做一個連結 連結 然後我們把它拉到上面 好 我們把它看到群組 嗯 基本上就按照我們的方式去排 可以的 我們把這個群組整個群組拉到上面 你就看到 我們已經整個已經疊到上面來 跟這個圖呢 其實已經大致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還插一個比較幾個 後面的就是 陰影的部分 陰影的部分 陰影方案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這裡的陰影 一個是這裡的陰影 那也蠻容易的 我們要繼續做 加上 按下 下面這邊我們要開始畫這一塊 這一塊我們大概有幾種畫法 那我通常都會用一些 我們直接用線條去做 那我們基本上我們先做這個跟這個 先做下面這個 我們用box去改 box我們需要它的線 修改 來有一點錯誤錯誤 嚴重錯誤 我們需要這整個 都要複製下來 貼在路基尼 你這樣去 要往上面的部分做一個修改 上面的部分你不要 你到下面這個就好了 然後這一個你不要 好 這部分的這條線我們有保留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是 要畫一條路線 我們要畫一條路線 那我們一樣把它圈取起來 然後設定我們等一下要畫的線 要長什麼樣子 假設我們要再細一點 好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筆畫路徑 這個是一個心得的技巧 我們這個是一個路徑 我們要把它筆畫 所以我們按右鍵 有一個筆畫路徑 我們再畫一下 它會叫你說 我們用筆刷 畫好看 好有了 那我們把路徑先關掉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層 好 既然是shave的話 我們就應該要放到下面去 好 好 那 有些多余的地方 我們就開始用下面去把它擦掉 流量可以 再多一點 會擦得乾淨 好 底部的影子 我們就已經做好了 再來就做一個上面的這裡 這邊 我們還是要借 接線 好 貼了一個上面的線 你可以載 我們把它擦掉 擦掉擦掉就可以了 好 我們只要下面的這條線 我們這條線已經有了 好 那我們就做 shave2 我們一樣把它 這個shave2 然後 因為我們看一下 我們觀察一下它 它只有一點點 所以中間的地方 稍微有一點點 但是不是很明顯 旁邊有一些 旁邊有一些 旁邊我們幫它保留 那中間這邊 好 我們大概有一個 看起來有個區分就好了 所以我們這個 shave2 shave2 我們路徑一樣有 然後一樣 筆畫路徑 可以 那我們細一點 我們筆畫稍微細一點 � ugh 回射就是 10 這個就可以了 我把它回去 語畫路徑 語畫路徑 roid 很燥 哦 我們 剛剛是沒有選 Tribile 還好選上 語化路徑 鼻樑 strictly 哦,ok,好,我知道原因,因为它是下面 那能新,我们要画在群组里面 刚刚都没出现,然后原生我们画错了,我们要画在群组里面 所以这个,share一样的出现,比划路径 好,这样一点,但是蛮多的,稍微有点太多了 那我们要开始画到下面去,然后用相机操,然后做一些删除 当然我们也可以试着稍微移动一下,让它看起来 会小一点,然后有些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些删除 上级叉,做一些删除 好,现在我们的怎么,这个ipod加充电器,我们就会画好 那我们把这个部分,参考部分,我们是没有开的 所以我们来做个比较,做个比较 这是原本的,这是我们画过的 原本的,我们画过的 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原本的呢,它实际是有些 霧面的铝质感 那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质感上面,我们可以做一个设定 比如说这个蓝色,它是铝的嘛 我们加一点那个杂讯 增加杂讯,然后看起来有些点,那不要那么多 少一点 看起来有点粉粉的感觉就可以了 OK,好,看一下粉粉的感觉 有粉粉的感觉 有粉粉的感觉 好,那这个我们的这个 暗面,也加点粉粉的感觉就可以了 确定 好,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已经有粉粉的霧面的感觉了 好,基本上我们这样子就算完成了 看一下,这个比较下来 所以呢,我们要去做一个写实的绘制 其实我们可以借由一些,我们刚刚看到的 分析这一个,它是怎么画的 我们就把它的特色 把它另外再诠释 你自己再重新诠释,就可以把它整个都画完 我相信一般人看这个 他应该也不会觉得说,这看起来是假的 因为他看起来就好像真的 那,如果说我们的画风 你可以选择很写实的方式 就是借由我们这样子 用明暗去做一个,去做一个那个绘制 那或者是,如果说你对明暗不是抓的不是很清楚的话 其实你就只要有一个明暗面 这里有个最深的一个那个,最深的一个最暗面 那看起来至少三阶,三阶以上 其实你看起来就很有立体感 OK,那我们这个ipod绘制就到这边结束 还算是不让你 在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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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转将浅上